文學獲獎但沒用,獲跑空凳賺莫言 莫言前晚在瑞典國王手上 拿過諾貝爾文學獎證書 和大約929萬港幣的獎金 穿著以美服的他,接著出席很乖的莫言 還發表得獎感應 尊敬國王皇后陛下 雖然評偉讚他是藉著作品揭示中共宣傳謊言的鬥志 但莫言在兩分多鐘的發言裏,又如之前一樣 並沒有提及政治,但就說了些不是個個名的說話 文學和科學想比較,的確是沒有什麼應付 但是文學的最大的應付,也許就是他沒有應付 你說他無厘頭嗎?場外發生的事還撈爆頭啊? 我先走愛走 我問斯德格爾摩德中國留學生自高唱 莫言先生作品裡的歌曲 以這樣一個形式,來慶祝莫言先生獲得諾貝爾獎 有人唱好,但也有人不滿莫言拿獎,包括他 以拿炮作無聲抗議 而他就選擇大唱自己的作品《空耳節》 《空耳節》 他們之前都寄了張給莫言 想他為同樣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劉曉邦說公道說話 但他莫言什麼都不肯說 《空耳節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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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空耳節》